汉武帝年间,汉武帝给自己的大将军霍去病修建了一座豪华大别墅,想给他一个惊喜,此时的霍去病正在凯旋的路上,但是他的功绩却早已经传回了朝廷,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撼,朝堂之上,当汉武帝说要赏给霍去病一座大宅子时,霍去病断然拒绝,霍去病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,匈奴未灭,何以为嫁? 顿时令朝上的官员们为之一阵,霍去病也确实遵守了自己的诺言,一直到二十四岁死在战场上,他也依然没有成家,但是史书上明确地写着,霍去病有一个儿子,两个孙子,这又是怎么回事,霍去病的功绩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,他第一次上战场的表现,就像是一位九战沙场的将军,仅靠着八百清旗就冲散了匈奴的大军, 但是霍去病可不是降门之后,也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训练,那么他是如何能有如此之高的战术素养的? 要解释这个问题,得从霍去病出生之前开始了,如今的我们不知道霍去病为什么有儿子,但是童年的霍去病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爹是谁,霍去病的父亲叫霍仲如,此人是平阳县人。 年轻的时候,在平阳侯府里当了一个小吏,他在侯府里当官,喜欢上了侯府的一个女奴魏少,但是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是肯定不被允许的,他们两人只能偷偷地会面,两人之间确实是情投意合,这么一来二去,魏少儿居然怀上了霍仲如的孩子,正当两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时,第二个坏消息也传来了,霍仲如在平阳侯府当差的期限已到,他被赶出了侯府,与此同时,魏少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时,第二个坏消息也传来了,霍仲如在平阳侯府当差的期限已到, 魏少儿也跟着自己的妹妹来到了长安,从此,霍仲如就跟魏少儿断了联系,魏少儿孤儿寡母的。 幸好有妹妹魏子夫的帮助,才能勉强度日,魏少儿姐妹跟着平阳公主来到了长安,还住进了皇宫里,平阳公主是汉武帝刘彻同父同母的亲姐姐,她把魏氏姐妹带来,就是为了献给汉武帝的,到了这种时候,魏少儿已经怀孕的事肯定瞒不住了,只好将此事告知了平阳公主, 平阳公主虽然很震惊,但是并没有责怪魏少儿,不过魏少儿进宫的机会肯定是没有了,只有魏子夫成为了汉武帝的妃子,魏少儿这边凭借着自己的本事成为了陈平的曾孙陈长。 还顺利地生下了霍仲如的孩子,也就是霍去病,一年之后,魏子夫成了汉武帝最受宠爱的妃子,魏少儿因此得了莫大的好处,霍去病成为了贵族人家的少爷。 虽然陈长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他的,但是魏少儿有魏子夫这个大靠山,陈长也不敢说什么,只能是默默忍受,或去病小的时候,经常跟着母亲去皇宫里找小姨婉,还认识很多好朋友,作为汉武帝的外甥,或去病能跟汉武帝的子女们交朋友也很合理,随着获去病年龄的增长。 他发现自己的体格比其他人壮硕许多,每次和朋友们打闹都是他获胜,或去病还与宫廷那些皇子比赛骑马射箭,或去病在马背上的优秀表现得到汉武帝的表扬,汉武帝也记住了这个善骑射的少年。 让他当了自己身边的适中,适中这个职位可大可小,就是陪在皇上身边的一个官职,或去病的母亲是明媒正娶进了陈家。 因此,或去病在陈家的待遇也和陈家的孩子一样,古时候的贵族子弟是一定要学君子六义的,其中包括礼、乐、射、玉、书、术、射箭和骑马都是必备的技能。 再加上或去病本来就喜欢这个,所以他比其他人更加精通,或去病的舅舅未卿可是军队的将领,或去病肯定也没少去军营,再加上他一直跟在汉武帝身边有汉武帝的亲自教导和耳濡目染。 可以说,霍去病想不厉害都难,虽然霍去病的地位已经极高了,但是他一直有一个心病,那就是不知道父亲是谁,他不能找,不该找,不敢找。 直到霍去病立了大功之后,被封为了票棋将军,这时候霍去病才有了资本,才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霍仲如,当时的霍去病借着出征的名义,故意来到了平阳县,找到了霍仲如,霍仲如心中有愧,不敢与霍去病相认, 但是霍去病坚持将父亲和弟弟霍光送到了长安,虽然不知道霍仲如该怎么面对未尚,但是那都是后话了。 如今的霍去病找到了自己的来路,现在该寻找自己的归途了,霍去病发誓不彻底消灭匈奴就不会成家,但是他可没说不给自己留后。 在古代,成家和留后并不是一回事,霍去病可以不娶妻,但是作为一个男人,他不可能不生子,霍去病完全可以先纳一个小妾留下一个孩子。 毕竟古代的人们经常讲,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。 霍去病可以不成家,但是他必须得留后啊,霍去病的儿子霍善就是这么来的,这也就是为什么,史书上只说有子,但是不说其母是谁。 因为霍山的母亲是妾,伤不了史书,虽然霍去病留下了儿子,但是很可惜霍家的血脉并没有留下来。 当汉武帝得知霍去病的死讯后悲痛异常,不仅让他陪葬在茂陵旁边,甚至连霍去病的墓都要造成麒麟山的形状,用以表彰霍去病的功绩,不得不说霍去病早逝的影响远比想象中的大,甚至在几百年后都有影响,汉武帝很怀念霍去病这个小伙子, 当他得知霍去病还有一个儿子时,他立马将霍去病的儿子霍善接到了皇宫里,对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孙子一样,当时的霍善才四五岁,汉武帝去哪都要带着他,时光荏苒,岁月穿梭,霍善已经十岁了,他十岁之前的这些年,几乎没怎么回过自己的家,一直跟在汉武帝身边,这是别人做梦都梦不到的殊荣。 最近汉武帝一直在叫霍善兵法,想让他继承霍去病的事业,汉武帝跟他许诺,等你长大了,就让他做大将军。 汉武帝看着认真读书的霍善,眼前似乎又出现了霍去病的身影,当时的霍去病也是这个年纪,在皇宫里的马场上跟一众皇子们比赛射箭,没有一个人能赢他,汉武帝顿时就对这个少年有了兴趣。 当得知霍去病是自己外甥后,汉武帝就将这个少年留在了自己身边。 汉武帝看出了这个少年有大将之才,想讲给他一些兵法,但是霍去病可不像霍善这么老实,不愿意听汉武帝讲课,还说了一句故方略何如尔,不治学古兵法,意思就是说,打仗怎么能只照着兵法来呢,我才不学那些过时的兵法呢? 这话咱一听是霍去病在找借口不学习,但是细想一想,确实有几分道理啊,汉军之前联系的战法,根本就不是对付匈奴的,想要对付匈奴就必须有新的战略,而霍去病之所以能在对战匈奴时屡战屡胜,就是因为他的战法灵活。 霍去病作战时,用兵灵活,不会按照那些古代的兵法来,每一步都能出乎敌人的意料,霍去病的战法,用现代战争的语言来说,就是快速奔袭,大迂回,大穿插,通俗点说,就是完命。 在霍去病之前,没有人敢去跟匈奴这样打仗,快速奔袭,是指霍去病的第一战,就带着八百青旗直冲匈奴大军,其他人谁敢这么敢,大迂回是指霍去病攻打河西走廊时,只带了一万兵马,转战河西五国,让匈奴都找不到人在哪儿,霍去病差点就把匈奴的王子给抓住了。 大穿插是指第二次进攻河西的时候,霍去病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,孤军深入,直插匈奴腹地七连山,几乎摧毁了匈奴的指挥系统,就连匈奴缠余的老婆儿子都被霍去病给抓住了。 霍去病的这种打法,汉军不敢用,匈奴相信汉军不敢用,而霍去病真就这么干了,这是只有霍去病能干出来,就连他的儿子也未必能有样学样,但是汉武帝依然将希望寄托在了霍善身上,不过, 美国多长时间,霍善就毫无征兆地暴毙而亡了,霍善死的时候才十岁,自然没能为霍去病延续血脉。 这时候,霍去病之前带回来的弟弟霍光就有了用处,在我国古代,霍光这个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,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,不仅在政治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 还因为他的家世而让人津津乐道,霍光共有三个儿子,长子留在身边,而老二霍山和老三霍云则被过继给了他的侄子霍善,这一举动不仅使得霍去病的霍家血脉得以延续,也让冠军侯的爵位有了继承人。 然而,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,汉宣邸登基后,霍光被定下了谋反的罪名,霍山和霍云也受到牵连,一同被判了死刑,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,使得霍家的血脉终究未能保全,仿佛一夜之间曾经的辉煌烟消云散,在这段历史背后有一个让人费解的谜团。 霍去病一生未成家,那他的儿子从何而来?事实上,这个儿子是霍去病的妾室所生,虽然在古代,妾室并不算正式的妻子,但他们所生的子女仍然是家族血脉的一部分,霍去病的这个儿子,虽然十岁便不幸早妖,但他的存在,却是霍家血脉延续的希望,而另一个谜团便是霍去病的两个孙子,他们究竟是谁的孩子?答案就在霍光的儿子们身上,为了让霍去病不绝后,霍光将自己的孙子。 也让霍去病的血脉得以传承,然而,命运似乎并不想让霍家的故事就此圆满,汉宣帝的登基,让霍家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霍光被定罪,霍山和霍云被执行死刑,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,让霍家的血脉再次面临断裂的危险,但即便如此,霍光当年的举动, 仍然让人感叹,他对家族责任感的坚守,霍去病,一代战神,虽然英年早逝,但他的名字却永远镇刻在历史的长河中,他的霍家血脉,虽然历经波折,却始终顽强地延续着,而霍光作为霍去病的弟弟。 他的无私奉献和为家族付出的努力,也让人感慨万千,在这个故事中,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家族观念的强烈,也可以感受到命运的无常,霍家的兴衰,仿佛一面镜子,映照出那个时代的人们在权力,家族和命运面前的挣扎与抉择。 尽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但这些鲜活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,却永远留在了后人的记忆中,如今,当我们再次回顾这段历史,不禁为霍家的命运感到唏嘘,霍光为了让霍去病不绝后,不惜将自己的儿子过祭给他,这份兄弟情深让人感动,然而,命运却并未如他所愿,霍家的血脉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劫难, 但无论如何,霍去病和霍光的名字,都将永远镇刻在历史的长河中,成为后人传颂的英雄,在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家族故事中,我们看到了亲情,友情,忠诚和背叛,也看到了命运的无常和人生的起伏,或许,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,它让我们在回味过去的同时,也能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,而霍去病和霍光的故事,便是这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星辰, 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。